今天是李明哲被強迫失蹤的第197天 也就是已經超過半年 又17天 然後其實再過幾天 中秋節即將到來 昨天中華人民共盟國 也開心地在慶祝他們的國慶 但是非常諷刺的是 慶祝自己的國慶國家 卻一天到晚 用著一些 甚至是違反他們自己行事訴訟法的 種種的一些規則 法令 然後去任意地逮捕他自己國家的國民 以及其他國家的國民 包括台灣的公民李明哲先生 其實根據中國自己的行事訴訟法規定 在起訴之後的兩個月內 他應該要公開他的審判的結果 那在9月11號的那個 開庭審判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知道 他在現場有說 他們在8月4號就已經起訴了 所以照理說應該 最近就應該要提出這個 要公布這個審判結果 但是我們到現在為止 還都沒有聽到任何訊息 而且中國官方也沒有提出任何要邀請 這個家屬或者是 救援大隊可以過去 聆聽宣判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呢 我們其實不是只有要對中國喊話 我們也要對台灣的政府喊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李明哲現在在9月11號審判過後 按照中國的行事訴訟法規定 他必須在明天 明天以前一定要宣判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進行完審判了 他們有例外的情況是指說 如果這個審判啊 那個進行很久 比如開了很久 那這樣子可能會延後 但是他已經開完了 到現在為止三四個禮拜 那按照他們行事訴訟法規定 10月4號以前一定要宣判 那麼這一次只是剛好現在 碰到中國的十一場假 按照中國的明法規定 期間的末日如果碰到假日的話 那可以延後到假日後的一天 所以呢也就是說 今天李明哲宣判的期限 最後的期限是10月9號 李明哲很有可能明明宣判 因為在中國最近一些顛覆國家政權罪 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都有立立宣判的情況 也就是說審判完之後 那在外界不知道的情況底下 當事人就直接受到判決結果 那這樣會有什麼後果呢 這樣子他可能就是說 他會直接認罪不上訴 也就是說這個會對他的上訴權利 造成極大的傷害 李明哲接下來 如果已經宣判 或者即將宣判的情況底下 對他最重要的權利 就是要保障他的上訴權 保障他的上訴權 雖然李明哲現在在中國的控制底下 很有可能會因為被迫不能上訴 或者是被迫放棄上訴 那這個情況底下 台灣政府依然要保障他的上訴權 因為有些權利是不可以拋棄的 因為呢 李明哲一旦拋棄了這些權利 影響的不是他個人 而是所有的台灣人 其中我們要提出兩項 最重要的就是管轄權 以及呢他所謂的非法舉證的抗辯 李明哲這一次案件一審判 他是8月4號起訴 起訴之後在8月11號的庭前會議 這個庭前會議是沒有當事人參加的 只有當事人的律師、檢察官和法官三方參加 在這庭前的準備程序裡面 他們就說李明哲 李明哲的律師就幫李明哲放棄了管轄權抗辯 也放棄了非法取證 排除非法證據的抗辯 那這兩個抗辯呢 影響這個案件整個的權利 那我們必須要說這兩個抗辯權是不能夠放棄的 中國的律師他做出這個放棄是不具法律效益的 為什麼管轄權不能抗辯 因為呢李明哲絕大部分的行為都是在台灣 中國對於他的法律是沒有管轄權的 那如果李明哲因為自己放棄 接受中國的管轄 那這個潛力一旦成立 那請問一下台灣人之後是不是到中國被他控制下來 通通都可以放棄管轄權 我們可以看到檢察官提出的他的試證 有46份公訴證據 24份這個親自書寫的書面自白 讓家總起來接近70份的四百東西 四百的資料 那我們稍微了解刑事訴訟申辦的情況 我們知道一定是請求逼供 情況底下所累積出來的證據 因為呢 如果一個合法有效認罪的自白 只要一份就夠了 以上這些權利都是攸關 不只攸關李明哲的權利 更是攸關所有台灣人 未來在跟中國接觸 在中國接受審判時候的權利 所以呢 我們認為 李明哲 即使他已經認罪了 即使他可能被被迫放棄上訴 台灣的政府 都必須要協助李明哲提出這些抗辯 協助他上訴 並且呢 幫每一個台灣人 向中國爭取這些最基本的人權保障 從一開始李明哲事件發生 台灣政府從頭到尾就說 要以救人為先 帶頭低調 以至於對中國政府所有的 談話或者是批評都在程序面上面打轉 但是對於中國法律本身的荒謬 還有它違反國際 不管是人權法或是人道法上面 完全沒有說一句話 那我自己參與李明哲 救援在將近兩百天來的經驗 我覺得我必須很沉痛的說 我一直感覺我們是處於 至少在這個個案上面 是一直處於類似一個 無政府這樣子的狀態 從立法院在四月初做出一個決議 就是台灣要設法透過外交 以及國際的這個空間 來積極救援李明哲 之後我們想請問台灣政府 究竟具體做了什麼事情 今天聯合國的關係跟介入 是國際人權團體以及救援大隊 提出了緊急呼籲所造成的 李明哲能夠到美國去做 去國務院做報告 是由中國的維權團體 以及台灣民進團體的合作 給了他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那麼我們要請問台灣政府 這兩百天來 究竟除了發了一堆 對方知識不理的公文之外 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用傳染病來比喻的話 現在中國可以說是 反人權病的一個疫區跟重災區 那蔡英文作為一個 國際知名的一個談判專家 我們要請問總統 對於台灣跟中國之間的交往 以及對於台灣人權的保障 你究竟可以做出怎麼樣子 具體的回應跟報告 請問面對中國 你要怎麼保護你的國家 還有你的人 希望蔡英文政府請發揮 台灣自己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華民國作為一個自己主權獨立的國家 應有的尊嚴跟主權的範圍 去針對你的國民 一再被侵害人權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提出正常的救濟輪道以及交涉 不應該再繼續低調下去 我想我們今天整個救援大隊的 整個訴求非常的明確 那也希望不管是中國 到底宣派了沒有 應該要趕快儘速的去公布 以及回應 還有包括到底救援大隊 可不可以到中國去 聽宣派這件事情 也應該要給我們正式的回覆 然後台灣的政府 也應該要不是只有民間去跟聯合國 跟國際社會去做交涉跟溝通 我想我們就所謂的外交部 我們有這麼多的官員 為什麼他們不能夠主動的去跟聯合國 或者一些國際社會去做說明呢 這個是完全失職的部分 後面的關於這個上訴的權利 就算是當事人被迫放棄上訴權利 或者是家屬也沒有辦法去協助提供上訴權利的話 我政府也應該要更積極的去保障 他的國民相關的一些所有的法令和程序 是不是一件事 做那件事 都不是一件事 做生意度的 你也沒辦法去說明 我先給你 我先給你 你怎麼說